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威姆斯离队大反转 本人亲自发声回应 朱芳宇满足一个条件可留队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最近威姆斯被传出要离开广东队下个赛季大概率是无缘整体比赛了 那么到底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威姆斯这边到底有没有可能留下球队呢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威姆斯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现在广东队已经是结束了这个本赛季比赛的争夺 目前的大队人马已经是回到了广东东莞这边 而接下来对整个球队来说 可能要思考的就是到底哪一些球员要离开 哪一些球员要留下来 那么哪一个位置方面要引入一些更加强大的一些球员 那么从目前来看来我们最主要的最关注的可能就是离对这方面的传分 那么首先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威姆斯了 因为我们看到本赛季啊 广东队之所以说没有能够挺进总决赛了 可能和外援威姆斯的一个整体表现下滑了有很大的关系 毕竟我们知道在上个赛季呢 同样也是威姆斯一个外援撑到最后 但是他还能够拿出很高效的表现 到了本赛季呢 他整体表现除了说 个别数据比较不错之外 那么其他方面的一些数据啊 场均得分等等啊 只有十几分 十四点六分左右吧 那么大大范围的是比前几个赛季呢 都要低的 所以从这一点当中其实能够看得出来 威姆斯的整体的状态的已经不在巅峰 而且在逐渐的下滑 他已经支撑不起广东队这个夺冠球队的一个分量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那么外界普遍都认为了 下个赛季威姆斯大概率会离开广东队 目前针对这个传闻 威姆斯其实在最近的也回复了球迷的一个私信和关心 并且表示自己的下个赛季大概率不会留在广东队 所以当时我们也看到啊 威姆斯做出这样的回应被报道出来之后呢 很多球迷呀肯定非常的伤心的 毕竟呢作为广东的三冠王公须呢 威姆斯在前几个赛季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而且他和广东这么多的队友的关系跟感情呢也是非常深厚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离开广东队 甚至离开CBA的话 相信每一个支持他的球迷肯定都是相当难过的 当然说实话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对于威姆斯来说他也没有把话说死了 他只是说大概率不会留下来 但是也是存在着一定的概率的 前提呢可能就是朱芳宇这边的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 那么威姆斯呢才可能留队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目前来看可能就是说把威姆斯当做第三外援存在 就是做替补 之后呢可能广东这边呢 继续引入这个大外援那个角色 包括双外援配置 那么威姆斯如果说他愿意做一个替补第三外援的话 可能就能够继续陪伴着广东队去争夺更多的冠军 但是现在可能呢问题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广东这边是否有足够的一个薪水能够请到三个外援呢 因为在过往啊除了说啊在前几个赛季当中的广东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先例之外 在后续几个赛季呢广东一直都是双外援的配置 除此之外的话 那么可能对于威姆斯来说他又是否愿意以这样的一个替补的角色 待在广东呢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虽然说威姆斯现在的一个整体状态一般 但是啊他虽然说不适合待在广东 但是去到山东啊等等一些 二线的一个球队呢还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不排除其他球队呢会开出高新的把威姆斯给挖走 到时候是否愿意留下来呢也都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对所有球迷来说也不必太过担心那么威姆斯呢现在还不确定是否会离开球队 即便是离开广东那么下个赛季啊还是有很大希望能够继续留在CBA其他的球队去打球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不妨呢好好期待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